影片是大约五年前土方车在暖暖远远路上大牌长龙陆续要左转暖江桥 在金星龙街到越美土资场的画面 由于108年底停止营运的越美土资场 基隆市政府已经在111年底准许恢复营运 不过因为涉及到土方车会行经暖江桥是否影响安全和交通等问题 因此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也在市议会预备会上提案 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必须在8月中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时报告清楚 让当地居民了解安心 要请市政府尤其是都发出详尽报告有关于目前 我们这个未雨乱区跟信义区交界的越美土资场 目前申请这个复营运的相关资讯 那因为这个越美土资场其实在108年11月22号 发生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土石崩落走山的事件 那当天立即市政府要求停业 那目前我们这边所得知 它在去年的12月已经市府已经核准它复营运了 那最近可能会开始要正式开始复营运 那所以说我们原本已经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已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没有这些重车沙石车在我们暖暖地区行驶 那目前可能在下个月开始可能它申请复营运 所以我们希望说都发出来详尽报告 有关于这个越美土资场 申请复营运的相关资讯 包含申请的量额通车沙石车的数量 还有这个交通影响的评估 还有道路安全以及桥梁如何维护 请那个突发处详尽报告 那因为那个先前它从高速公路下来之后 违规 不要说违规啦 因为我目前这个暖江桥这个号制 左转是没有左转专用灯 所以说有时候沙石车都会强快左转 那跟对象的车辆造成一些事故 那我们民众的这个通行安全非常的重要 所以请这个突发处详尽报告 有关于越美土资场申请复营运的相关资讯 以上 谢谢 市议会也已经把这项提案列入临时会的报告议案 将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说明清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